狐狸猫将绳子的一端细在大树上 自己则拿着绳子的另一端 以固定频率5赫兹上下甩动 它发现 在自己这端产生的波 需要花费两秒的时间 穿越10公尺的距离 才会抵达大树的那一端 请问绳子的波速是多少呢? 无狸猫思考着波速是波的行进速度 也就是一秒钟可以前进多少的距离 根据刚刚的观察 波有手持的这一端 抵达中点需要2秒钟 而大树与自己的距离是10公尺 也就是说 波峰在2秒钟跑了10公尺的距离 波1秒钟跑了10除以2 等于5公尺的距离 波的速度为每秒5公尺 接下来 狐狸猫很好奇 那么波长是多少呢? 无狸猫想起波速和频率波长的关系是 波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 而它甩动绳子的频率为5赫兹 表示一秒钟会有5个完整的波产生 根据刚刚的计算 绳波的波速为每秒5公尺 因此可以计算出波长为 5除以5等于1公尺 最后狐狸猫好奇地玩了起来 它开始更快地甩动绳子 现在的频率升高到每秒10赫兹了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波速是多少呢? 因为波速只和戒指有关 因为波速只和戒指有关 因此不计划指有关系 因此不论狐狸猫甩得多快 波速都是固定的 那么当频率变高的时候 波长会怎样呢? 由刚刚的计算可以知道 波速为每秒5公尺 现在狐狐独猫的甩动频率 从5赫兹升高到10赫兹 新的波长会变成 5除以10等于0.5公尺 因此波长从原本的1公尺 变短成为0.5公尺了 由此可知 因为波的速度是固定的 因此当振动频率变高 相对应的波长就变短咯 波长会变高 波长会变高